独家直击,报9月结婚!小猪网红女友来台拜见准婆婆 罗志祥,小猪,21日出席活动,宣布与您原杨秀荣的甜点店Dazzling合作,担任创意总监,她的网红女友周杨青近期也悄悄来台,稍早DO出和罗志祥妈妈品尝甜点的照片, 记者赶到现场,发现两人还在,年TT坐在一起,聊天说笑就像婆媳般自然 两人与友人离开时发现有记者在场,周杨青把口罩戴上,把自己盖得密不透疯,问到周杨青私下是否都叫罗妈妈妈,罗妈直说对呀 外传小猪与周杨青今年9月12日要结婚,周杨青低头害羞说,没有啦 罗妈妈全程笑秘密 周杨青头戴黑色绑球帽及黑色口罩,身穿黑色T恤 一头金色长发随意披在肩上,看上去虽低调却有形,罗妈也选择黑色棒球帽,身上也是穿着造型巢 周杨青,准婆媳妇的穿衣风格相似,似乎早已培养出好默契,而周杨青看见记者后一路害羞低头不语,但她都走在罗妈前替她开路,对准婆婆相当照顾,罗妈则是件灌大场面,面对媒体镜头拍摄还带着爽浪微笑,看上去心情不错,带着和准媳妇一同享用下午茶的好心情上车一去 对罗妈和女友聚会,孝珠透过经纪公司回应,欢迎来Dasseline享受幸福的美食 Dasseline总监,名媛杨秀荣表示,她和罗志祥,孝珠,是旧时,两人合作的契金元起2014年在钟正涛克里岛的婚礼上,孝珠与她聊到想开甜点店,聊一聊就说可以一起合作 今天罗妈妈与小朱与友周杨青到Dasseline店内享用美食 杨秀荣因朋友刚好在店内,无法亲自接待在VIP试用餐的两人 她和小朱虽是旧时,却从没见过周杨青,今天也错过 而罗妈妈和周杨青,在店内吃的正是小朱亲自设计的Shows Favorites菜单,包含奶油白胡子花生沙,苏寨焦糖花生吐司,是阿纳达的心血设计 也难怪她在IG直呼,这个花生冰沙让我喝出了恋爱的感觉,真的太好喝了,强烈推荐 帮小朱宣传甜点店新品兼放闪 先前曾有报道指出,小朱将于今年9月和交往青年周杨青结婚 当时她出席活动博士婚讯,更表示,有什么事会自己亲口说,才叫负责任 也分享维持感情热度的方式,她用烟火避雨,要懂得让烟火继续灿烂,彼此间保持新鲜感 一直点燃她,不是看过一次就过了,要持续给女友惊喜 小朱和周杨青交往7年,曾是不婚主义的她,萌生成家念头 曾点头承认是以结婚为前提交往,更以佩服形容对周杨青的感受,恋情相当稳定 而周杨青多次来台,去年时双方家长一同前往夏威夷度假 反台时曾被苹果直击,这次来台,更是首度访问到周杨青本人 虽小朱总推说婚事还早,但周杨青在她心中地位稳固,且深受罗妈喜爱 罗妈挑媳妇相当有原则,是不喜欢装模作样的人 周杨青的豪爽大方一句路获笑珠、罗妈及粉丝,结婚成家之日可待